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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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hook 的時間 試一下很多年輕人裝修在家裡時,很喜歡添置一些油畫放在家裡 其實油畫可以令到一幅很簡單很單調的牆 令到增加很多不同的色彩 令到你整間屋都有一個很強烈的美觀感和動感 大家在選擇油畫的時候 有些甚麼要留意一下,如何配合自己的房子 首先,第一樣要教你的東西 就是選購油畫的時候 我建議真的選一些手繪式的油畫 因為印刷出來的油畫 很容易長時間來講,就會變黃 而手繪式的油畫相反就會比較偏 如果你說怎樣分手繪和印刷 通常手繪在那些落筆位 其實它的甩甩感會比較強烈 而印刷就會相反地比較平滑 如何配合自己的房子 如果你的房子是一些比較古典氣色 應該要配合油畫比較實在 例如一些人物的肖像或風景 如果你的房子是比較活潑 潮流感比較強 其實你那幅油畫可以多些顏色 多些光彩 一些比較抽象派的形式都可以 其實古典式的,剛才說過的 人物、肖像、風景那些油畫 如果你外邊加上一個浮雕的外框 就更加可以顯得它的富麗堂皇 但在同一時間 其實如果你家裡的主色 是以一些沉色為主 其實你都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樸素少少的油畫 如果你家裡是光亮一點的 好像白色為主 其實你都可以加上一些 動感多一點的 色彩多一點的油畫 亦都可以配合你的房子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裏 下集跟你說一下 如果你家裡真的有一幅油畫 如果要清潔的時候 究竟可以怎樣清潔它呢? 下集再跟你說 今天問問多拖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多拖,宜蘭逐個足 拜拜